大家好,我是马丁,今天给大家带来 名侦探柯南Q1版第208集,海外差分版第223至224集 通往迷宫的入口,巨大神像的愤怒 这天,毛利小五郎受到唐本观光公司的邀请 带着柯南和小兰坐上了前往天布山的火车 参加公司第二天将要举办的开幕典礼 快要抵达目的地时,外面出现了被空中缆车穿过的天女像 坐在对面的尼姑老婆婆表达了对空中缆车的强烈不满 她告诉毛利他们,天布山的天女尊者一直保佑着村民 现在竟然遭受如此对待,这般天理难容的嘴行是不会落得好下场的 一切似乎在预示着什么的发生 来到天布山,负责接待毛利一行的是唐本观光公司副社长的秘书 吉野林花小姐,在驱车前往公司的途中 小五郎看到很多反对空中缆车的宣誓牌 看来观光公司这次找她来应该不只是单纯的要她出席开幕典礼这么简单 一行抵达公司,会客厅里 公司的社长和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恭候多时了 寒暄两句后,长子同时也是公司的副社长 宝泽,直接了当地表明 本次请毛利前来,是为了能够保证明天开幕典礼的顺利举行 由于反对这个项目的村民众多 加上社长又是一副独断专行的做事风格 因此树敌颇多 明天免不了会有一些人从中作梗 请毛利来就是给那些人一些威慑 毛利也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只是这时的毛利还不知道 请他来做安保不过是他们的一套说辞罢了 其实他们另有目的 这时,唐本家的长女香菜走进了会客厅 香菜已经离家出走快一年了 今天特意从东京赶了回来 就是为了能够参加明天的发布会 陪他一同回来的还有一个名叫清流的记者 但是唐本家的男儿听到这个名字后 纷纷显得非常排斥 他们之间的交谈也是针锋相对 好像他们曾经有过什么过节 为了缓和火药味十足的气氛 秘书提议让毛利一行师达空中缆车 社长欣然同意 在缆车上,可以将天不山美景尽收眼底 指这一切毛利是无法欣赏了 他恐高 副社长只好与他闲聊帮他分散注意力 从交谈中得知 唐本家因为开发空中缆车的项目 与周边的居民 庙里的尼姑和本地报社都产生过纠纷 毛利还不失时期地询问起了 关于隧道事故的事 副社长已记着不是在搞大新闻 就是在搞大新闻的路上为由 搪塞了过去 出了隧道后 天女香的上半身映入眼帘 天女香旁边的展望台是公司为了游客 近距离欣赏神像建造的 柯南这才明白 他们公司为了谋取利益 不择手段地在天不山开发了各种项目吸引游客 也难怪火车上的尼姑婆婆会如此震怒 众人来到山顶后 小兰看秘书胸前的胸针很别致 秘书便告诉小兰 是用他母亲留下的翡翠链子制成的 还没来得及仔细欣赏 副社长就吩咐秘书送毛利三人回住处 表示自己要下游山不倒巡视 为明天的开幕式做最后的准备 第二天中午 开幕典礼开始前 偶然路过主席台的柯南 听到社长与长子之间发生了争执 随后轮到社长上台演讲 虽然讲话期间有尼姑前来闹事 但并没有妨碍整个开幕式的顺利举行 剪彩完成以后 空中缆车的试搭开始了 唐本一家 秘书小姐 毛利行 清柳 和两名东海日报的记者 一同搭上了第一班缆车 这两名东海日报的记者和清柳一样 是专门在报上反对唐本观光公司的 仇人相见免不了一番唇枪射箭 这时 驶入天女巷内部的缆车突然断电 尖叫声此起彼伏 甚至还听到了佛经的声音 不到一分钟功夫 供电就恢复了 但是当缆车驶出天女巷时 社长居然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不见了 就在大家一同寻找社长时 翔才望见父亲躺在天女巷的左手上 胸口插着刀 下了缆车之后场面一度混乱 副社长通知工作人员联系警方 东海日报记者打电话报告了 社长遇害这一重大新闻 秘书自称身体不适留在原地 其余同行者则一同奔向了展望台 社长被确认死亡后 大家都很悲痛 唯独副社长反应激烈 嘴里一直重复着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也就是说 这和他设想当中不一样 那他设想当中的又是什么样呢 柯南还没来得及细想 警察就赶到了 负责侦办这起案件的是毛利的老厨人 横沟警官 不出意外 横沟这次还是把破案的希望放在了毛利身上 因案发前的言论争执 毛利猜测 凶手就在乘客当中 而且说不定 还有提前藏在隧道中的共犯 但柯南却提出了质疑 缆车通过隧道所花费的时间非常短 就短短的30秒 30秒时间从隧道跑到展望台 躺在天女像手上都不太现实 更不要说扛着一具尸体了 从社长在密闭的缆车中消失 到尸体出现在不可能出现的位置 这个案子好像已经无法用科学来解释了 众人不禁怀疑 社长是否真的引起了天女像的愤怒 这时警方的验尸结果出来了 死者的死亡时间与其消失的时间基本一致 死因是胸口插入的短刀 刀柄上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警方宪然从死者死亡后的最大货疑 认为切入点展开调查 因为宝泽是家中长子 又是公司副社长 所以社长死后 宝泽就可以顺利继承唐本家的观光产业了 所以他目前的嫌疑最大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赤子纯平的赞同 但是大哥把矛头直直小妹香菜的男朋友 清柳打通天不山的隧道 当初为了在期限内完工 把工期缩短到了最短 导致去年曾发生过坍塌的意外 一名工人被压在了下面不幸去世了 事后社长认为这件事会给整个项目造成污点 所以用钱封住的受害者家属和相关人士的嘴 把意外强行压了下来 之后清柳不知道从哪里了解到了这件事 还趁机把到了因为这件事而离家出走的香菜 从而获取了更多内幕 之后他就以遂到事故为由 用电话和信件对唐本家进行勒索 所以大哥认为 这次意外就是清柳对于上次勒索失败的报复 眼看他们三个人之间的争吵越发激烈 毛利只好转变侦查方向 把调查重点放在了东海日报的两位记者身上 因为他们两个可谓是唐本观光公司的死对头 因此今天能上首发缆车 毛利感到很意外 但是这两位记者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副社长吱吱吱的说是社长安排的 虽然两名记者当时站在门前 但窗户和门都是封死的 紧急逃中出口也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如此看来 所有在缆车当中的乘客 又变成了最不可能犯案的人 可拿环顾四周后注意到 山下小屋和他旁边的焚化炉 于是立刻奔向焚化炉 打开后发现 里面竟然有一只未烧干净的假手 这时他已经能大概推理出案件的始末了 而假手上的一颗小物件 更加印证了他的想法 他进入小屋后 拿走了工作库和拖把 并借走了小兰的外套 随后 柯南回到众人所在的休息室 向横沟警官提议 再次搭乘缆车 横沟警官也认为 只有还原案发时的情景 才能更好的破案 于是便同意了 接着柯南又假借毛利的名义 让小兰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至此 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即将进入最后的推理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凶手是谁了吗 接下来就是一套正常操作 柯南飙音在缆车上的毛利小兰 开始借他之口 还原案件真相 缆车进入了天女巷的内部 再现了案发的情景 只不过这次 在缆车中消失 随后出现在天女巷手上的人 不是社长 而是小兰 惊慌之余 大家看清的并不是小兰 而是形如小兰的假人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小兰就从座位底下钻了出来 眼看自己的把戏已经被识破 副社长终于承认案发时 大家看到的并不是社长本人 而是他昨天与毛利告别后 放在天女巷手里的仿真人偶 那个位置只有从旁边经过的空中缆车 才看得到 唐本观光公司如此杀费苦心的表演 这个魔术又是为哪般呢 其实 这是社长为了化解诅咒传闻 和陷害东海日报的秘密计划 原本的计划是这样的 社长先而躲在座一下 然后搭乘空无一人的缆车回到隧道中 从那里跳下 把天女巷上的人偶扔下去 自己取而代之 等众人气喘吁吁地跑到展望台后 笑着跟大家说 天女巷诅咒根本不存在 而且 他们刻意把开幕典礼的举办时间 放在了报社结稿前的正午 又叫上了东海日报的记者一同上缆车 就是为了让记者看到社长遇害后 致电本部预留晚报投稿的位置 刊登这则新闻 到时候 东海日报就会因为刊登错误的新闻而名誉扫地 可以说 社长的这招一石二鸟不可谓不毒辣 正所谓螂捕蝉 黄雀在后 只可惜 他不是黄雀 柯南表示 凶手必定知道整个计划期 绝不可能被社长提防的人 当你排除一些不可能的情况 剩下的 不管多难以置信 那都是事实 因此 凶手只能是秘书吉野玲花小姐 他在大家奔向展望台时 假装身体不是流了下来 因为当时现场一片混乱 所以他很容易就混进了社长所藏匿的缆车 在社长进行计划的同时将其杀死 随后 跑到山下将假人丢进焚化炉 也正是这一化蛇添足的举动 让秘书最终露出了马脚 秘书胸针上的一颗翡翠 粘在了没烧干净的假手上面 事已至此 秘书吉野玲花对自己的杀人行为供认不讳 十年前 他的父亲和母亲离婚 他随父亲去了东京生活 直到去年 他的母亲病危 他前去探望 这才得知了自己的亲哥哥已经惨死隧道中的事实 他的母亲临终前一直诉说着 自己对于唐本家的怨恨 为了完成母亲这一夙愿 秘书抛弃了过往 选择了进入唐本家工作 这才有了这起案件 以上就是明镇探柯南通往迷宫的入口 巨大神像的愤怒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喜欢马丁讲故事的朋友 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哦 уть不可了就算其内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